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平庸。 王一博真不愧是六边形战士,独树一帜。 内鱼在盘点娱乐圈艺人之时,总是绕不开一个男人,那就是王一博。 有时候明明没有王一博的事情可他们都要扯上他,似乎不带王一博就没人看一样。 可实际上,王一博无论在哪里都能出现,更是意味着他的全面。 王一博的全面发展应该是所有人都认可的事情,放眼整个内鱼,谁能够像王一博这样做到六边形无死角。 颜值,演技,舞蹈,滑板,摩托车,时尚,歌曲,似乎每一个王一博想要涉猎并且坚持下去的都成功了,不是内于其他艺人那种玩票性质,而是正儿八经地坚持做了下去,并且在那些领域有了想对应的成就。 这些领域王一博不仅仅全面覆盖下去了,还得到了很多正面评价,放在大众面前正面评价最多的就是街舞领域。 因为这就是街舞节目的播出,在采访那些舞者时他们总是免不了的对王一博赞叹有加,无论自己所处的战队是谁的,对于王一博那就只剩下夸夸夸了。 甚至于这些世界冠军不是在这就是街舞的舞台上,而是自己参加的街舞比赛中,也能够提到王一博,可见他们对王一博的认可。 对于很多人来说,学习太多就是会嚼不烂,最终只是毫无所长归于平庸。 但是对于王一博来说,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全面平庸,王一博就是那个不同于普通人的例外。 王一博似乎很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他的各项技能让自己无处不在,路转粉几率大大提升。 有的粉丝通过电影喜欢上他,却发现他跳舞更是一绝,有的粉丝因为他的电视剧入坑去考古王一博之后,又被他的采访风格所吸引。 进而发现这个能够塑造各种引人入胜角色的王一博私生活居然如此丰富多彩,那必然立马成为铁粉。 王一博的能力全面不仅意味着地位稳固,基业长青,更是在给各种不同途径入坑自己的粉丝互相输血,可以大大的固粉。 王一博真的在内于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他就是大众眼中那批不媚粉的艺人,思想上活得像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可行动却是年轻感十足。 他不会为了自己的流量去谄媚粉丝,有的只有真心相对,相比较追星,粉丝们更怕王一博突然退圈不干,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今的王一博似乎将自己的更多时间用在了电影上,而他获得的成就也是立竿见影的《无名》,有包含提名在内的11个奖项《长空之王》,有包含提名在内的6个奖项《热烈》,一共获得了6个奖项,甚至连王一博出演的网络电影都有5个奖项。 在这种情况下,王一博的《闯电影圈之路》也是格外顺利。 王一博的人生似乎就是在王一博WANG,然后王一博GET中度过的,他想要的真的都得到了,无论是哪个方面的追求。 只能说真不愧是娱乐圈六边行战士啊,就是有能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